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文科的校园电视台 今天我们会看看六年级第七课 一目十行里面的句式 只要就 我们先重温一下课问内容 一目十行的意思就是 一眼就可以看到十行的文字 形容看书的速度很快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示范一样 导师想考考你们 记不记得 如何可以一目十行呢? 课文里面 就提及了两个方法 可以做到一目十行的 第一 只要用正确的方法 就可以一目十行 第二 只要不断练习 就可以一目十行 这两个课文例子 都可以形容 只要就的句式 好像只要不断练习 就可以一目十行 只要我们做一个行动 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句子的结构 大约就是 只要人物做一个行动 就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我们一起看一下不同的例子 只要天气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些什么结果呢? 和我可以想一想 你们在天气好的时候 会做些什么呢? 例如 只要天气好 我们就到粗畅跑步 只要天气好 我们就到公园夜餐 只要天气好 我们就到泳池游泳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只要人物完成功课 他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果呢? 同学都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们完成功课之后 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得到什么结果呢? 例如 只要我完成功课 就可以休息 只要我们完成功课 就可以画画 只要我们完成功课 就可以看影片 由以上两个例子所见 句子的前后必须要有关联 好像只要我完成功课 就可以休息 画画 或者看影片 这三个都是完成功课 可能可以达到的一个结果 同学记得要留意 句子的前后必须要有关联 例如 只要天气好 我们就到操场跑步 是合理的 但如果只要天气好 我就再加汗书 或者我就再课室上课 就是不正确了 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再加汗书 再课室上课 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想做的结果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 有什么行动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个结果 例如我想密书有进步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行动呢 还有可以想一想 你们在密书想有进步的时候 会做什么呢 例如 只要我多温习 就会密书有进步 现在老师想考考你们 只要我多睡觉 就会密书有进步 这句句子是对 还是错的呢 这句句子是错的 记住句子的前后要有关联 多睡觉 是不可以令我们密书有进步的 那如果是 只要我多抄写 就会密书有进步 这句句子又对不对呢 这句句子就正确了 因为多抄写 的确是可以令到我们密书有进步 看完这些例子之后 同学都可以试一下用 只要就这句句式 来定下个人目标 总结而言 同学在认用 只要就句式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个句子结构 只要人物做一个行动 就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那同学记得 灵活去摆放人物的位置 今天的下缘电视台 已经完结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